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16岁的莫小凤生活在广东西北部山区的淮吉县大坑村 2014年初中即将毕业时 一场重病提前结束了她的学习生涯 虽然小凤看起来面色正常 其实她正在经历着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离中考还有几个月就用了 就自己摸到这个干部嘛 就是有一块东西就是硬硬的 其实小凤的父母对女儿的身体已经提心吊胆很久了 五年前小凤因为一线长有肿瘤 手术切除后她们悬着的心一直没有放下 父母默默承受着所有的精神压力 还要在小凤面前强装笑容 小心着不让她发现 我发现了干部有块硬的东西后 就跟我爸去县城检查 他说干有问题 但是他们的技术还不是很发达那些吗 他们说他们那里是技跑的 就建议去那些大医院 之后爸爸带着小凤前往广州 某公立大医院检查 发现小凤体脏明显增大 肝内出现了多处团块状病灶 小凤的肿瘤转移了 后来就发现肝癌了 他说太大了又太晚了 那里的医生说很麻烦 他说他就建议去别的医院去看看 他说他的医院室没有办法 就当时就觉得那些医生说 他那里的技术是属医出来的 可那里的医生都说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们就很绝望啊 这身体一脸黄黄的 就是这人没什么精神 这个肿瘤很大 小凤的爸爸并没有放弃 他多方打听带着最后一次希望 来到了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16岁 这样一个人就孩子生了一个疑性来 而且到了医院来的时候已经转移了 转移到肝脏 这个按照来讲是活不下来的 他也很悲观 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是一家专门治疗肿瘤的营营医院 这家医院是徐克诚教授一手创办的 作为这家医院的总院长 当徐克诚了解了莫小凤的病情后 他深深的被这位花季少女的不幸遭遇所牵挂 很重要 他总理是当时形成的DIC 什么叫DIC 就是瘋满性的血管的灵血 这种情况下在任何一个医生面前 都是说说无射的 当时我请了很多专家来会证 都讲这个小孩活不得是天 他的父亲当时也 我们现在教他病情了 他的父亲也因为他家里还有几个小孩 三四 他的四个小孩还有五个小孩 五个孩子 他就跟我们讲 他说是不是就死在这个地方了 这些人就拜国会回去 你把这个用回去在家里死 对其他几个小孩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当时我听到DIC 心里也是非常非常难受 一线癌素有癌亡之称 面对小凤这样一位棘手的病人 徐克诚的态度非常坚定 迎难而上 绝不放弃 一个是你就这么一放弃啊 就可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当时我是讲的 我说这个小孩 你们不要认为 这个发生的DIC 就是没有救了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挽救回来 随后富大肿瘤医院 开始了对莫小凤的挽救治疗 这里的治疗方法 与其他医院有所不同 与小凤这种已经不适合手术的病人 医务人员为他采用 富大肿瘤医院特有的综合疗法 3C加P模式 3C加P就是冷冻消融治疗 微血管介入疗法 联合免疫疗法 加个体化应用的英文缩写 冷冻治疗 微血管介入 是为了局部消融恶性肿瘤 联合免疫和个体化应用 是为了提高患者自身机体的抵抗力 原理就是既有局部治疗 也有全身治疗 既是消灭肿瘤 也有控制和护肤肿瘤 只要有让病人最大限度的 维护自己的各种器官的功能 又要不断地增强 至零下160度以下 冻住肿瘤形成冰球 然后注入氦气 冷冻针间迅速升温至20到40度 如此反复两到三个循环 破坏癌细胞 让肿瘤全部消融 这种治疗能否挽救小凤的生命呢 当时休校班只有一万 很低很低 去学 癌症病人到这个地步 基本上是没有救的了 而且是医生里还有肿瘤 肝胀里也有转移病状 后来我就给他做些毒盘回去治疗 他能慢慢又好起来 通过冷冻等借助疗法 小凤暂时从死亡的边缘 被挽救了回来 当医务人员正在为小凤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 计划对肿瘤乘胜追击之时 小凤却出院了 小凤爸爸带着他回到了山区的家里 因为家里已经无力支付后续的治疗费用 就在小凤出院的第二天 徐克成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赶忙驱车三个小时追到了小凤家里 看望他 他不放心这个孩子 前来一天我发现这个山区啊 很穷苦很穷困难 家庭里面也很穷困难 小孩也很多 哎呀 真的很可怜那个小孩子 许愿长再来了解一下病情 他说他可以将我列入那个关爱健康工作室 然后来帮助我一下 就那时那时感觉就又有希望 又有了希望 下一个 哎 嗯 好 啊 啊 即使小凤的病情也只是刚刚得到缓解 他后面的治疗道路还会经历哪些坎坷 他能否战胜癌亡都还是个未知数 但徐克成还是要把希望和信心留给小凤 带给病人希望 是他作为医生多年坚持的原则 花季少女能否延续生命 癌症治疗是否有新的思路 肿瘤治疗专家徐克成为您讲述 这些人认为你需要看远方的远方 真是 这真是 远方的远方 是这边 来 高原生态白酒 她叫彭契妹 是2009年徐克成在广东湛江一诊时发现的女孩 她挺着大肚子在湛江的医院里等死 没人相信她当时只有28岁 我说你不是怀疑吗 她说不是 是个病 我患了癌症 我说为什么不看病啊 没有钱 什么时候发现的啊 两年都以前 那我说你当时查出什么毛病啊 她就在这个医院啊 她告诉我是卵巢癌了 2007年 16岁的彭契妹被查出患有卵巢癌 医生告诉她 她只能够活两年 之后她把连累家里人便一个人到处流浪 两年之后 在巨大肿瘤的拖累下 她实在走不动了 又回到原来的医院 她说在这个医院里面 我死来的话可能人们搬过比较有尊严的送到后山坛去了 但如果在马路上死来的话 人家可能没尊严是死去了 哎呀 我听到以后 现在就非常非常难受 真的很难受 处于医生本能的怜悯之心 徐克成回到广州的第三天 便安排护士和司机驱车500公里来到湛江 她要把彭契妹接到富大肿瘤医院 为她治疗 这时的彭契妹不但身体笨重 行动迟缓 而且非常虚弱 一动就呼吸困难 大口喘气 很严重 因为路上还经过了七个小时的颠簸 500公里 颠簸来的事也非常重 几乎快死了 她的心里也很害怕 也很焦虑 当街戏妹的救护车回到广州 已是深夜 富大肿瘤医院 从院长 医生到护士 都守候在门口 迎接这位 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单身女子 好了啊 她自己连支撑自己的那个力都没有 然后喘着气 脸都紫啊 感觉那个人就 就是快不行了的那种那种状况 伟护士长全程参与了彭系妹的护理与救治 在徐克成院长的感召下 她和其他护理人员 用家人一样的温暖 细心呵护着这个脆弱的生命 我们给她洗个澡 我们四个护士 花了四个小时 才给她把整个这个澡洗完 为什么 因为她洗澡的时候 她缺氧 不能呼吸 又不能坐 又不能站 所以她就是一个 要给她一个正好 这个高度的东西 让她服着 然后我们还得给她吸着氧气 然后还要保暖 因为是冬天嘛 给她洗干净了 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全是湿的 里面是汗 外面是水 我也靠近看过了 徐克成对彭西妹的护理和治疗 是全方位的 在为西妹进行手术之前 医院为她进行了 长达二十天的前期检查 治疗和体能补充恢复 后来发现 这个毒皮的都是液体 它那个肿瘤 这个大量的腹腔的压力 非常高 它把心脏 把肺都压到这个 压到这个胸腔里 成了这么一点的地方了 那心肺功能就发生障碍了 所以你不知的话 都不是属于癌症本身 是属于那个心肺功能率节 医院一方面给系妹提供营养饮食 让她恢复体能 一方面为她在清除肿瘤之前 排空体内多余的液体 这就是流动液体改变引起来的 放水工程也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是有专门的专家 在他们里守护的 然后每一天 刚一开始 比方三千 然后慢慢慢慢的增加一点 每天增加一点 每天增加一点 这要放了 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吧 总共放了五万五千 五万五千毫升的水 所以癌症治疗是一个全程性治疗 不是简单是 针对这个癌症是治疗不了的 随性要把病人的生命维持下来 命都没有了 你还知道什么癌症啊 2010年元月12日 经过20天的准备工作后 医护人员把唐细妹 推进了手术室 自从她入院以来 富大肿瘤医院的相关医护人员 已经为她竭尽全力 手术能否跟除她的肿瘤 这个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单身女子 能否得到挽救 从护枪里拿出来 五十五公斤的液体后肿瘤 五十五公斤 后来说可以做的一些相机 做的一些比较问候的一些 一些治疗 包括化疗 包括免疫治疗等等 这就是所谓护腹肿瘤 这就这么活下来了 活到现在 当然现在什么问题也没有 五年了 应该说基本治疑 细妹康复后 一直留在富大肿瘤医院 她说她要兑现 在手术之前 与徐克成院长许下的诺言 我快手术了 徐院长跟我谈了一些话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如果治疗好了 或者怎么样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然后问我 先问我治疗好了 他不说万一不行啊 或者怎么样 他会这样子来说 做维冬的事 他跟我讲 他是学院长 他说你们不要费心了 如果治不好的话 我就引起专心给你们医院 做研究 然后我说 如果我能治好的话 我就在医院来做义工 来报答你们 我就有这种想法 他实际了自己的作业 还有带了其他资源 在一起为别人服务 这个很好 这个同学妹对这些贡献 是很大量的 在这里能体现到 人与人之间的爱 它不是说冷漠冷漠的那种 它是很亲切 很有爱的地方 从2001年建院至今 富大肿瘤医院始终采用 国际最新的抗癌理念 将世界医学难题 中软及恶性肿瘤 作为主要治疗对象 以延长患者寿命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作为主要目标 作为消化病专家 肿瘤治疗专家 徐克诚深知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 希望和信心对他们有多重要 因为他本人自己 就是癌症患者 而且自己的母亲 也是被肝癌夺去的生命 就在这个三个世纪七成年代的时候 当母亲去世以后 我就想啊 这个能不能够让这个爱跟对人生命延续下来 是不是母亲啊 这个非常早的去世 给你留下了远远的遗憾和惋惜 但是不到2006年 也就是今天是一份吧 2006年的1月18号 如果这样算了9年之前 我自己又被查询患者干来 2006年 富大肿瘤医院 还施加只有几十张床内的小医院 徐克诚作为医院的领头人 得此噩耗 无疑是取上加霜 他在这里长夜啊 突然回来 他说 姑娘我要开刀 我们住深圳啊 我在深圳医院里上班 我说开什么刀 我肝脏有问题 他们说要不要灰症 要不要逃呢 我说不要 赶快开刀 第二天就开了 他开了以后 他还拿自己的清醒以后 麻醉清醒 他就拿切下来的 整个肝脏的左页 他还自己看了 我就发现呢 我这个盖癌呀 这个细胞内性啊不好 开刀以后 发现这个细胞内性不好 如果按照常规治疗的话 活不下来的 学课程患癌后 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平静 他生活依旧 工作照常 为病人折诊 查房 甚至比以前还要忙碌 谁都看不出 他是个切掉一半肝脏的 癌症患者 刀客就没愈合 后来就出院了 就到自己医院换换 马上马来西亚 还拿了一个围重的病人 要请他回诊 他不敢告诉我 他就讲 那边空气好宽 他们叫我去休养去 好紧张 对他的才好叫保密去职诊 他都什么也不跟我讲 哎呀 我说你真是的保密去职诊 其实阮容明教授 是徐克成南通医学院的大学同学 他自己也曾是感染科的医生 对于创业中的丈夫得此重病 他的心情比谁都复杂 我就觉得他工作以后 他什么都忘了 他也不想到 自己是一个这么重的病人 少了一大块肝 一月肝脏的人 他还是技术这么努力 所以我现在就让他做 你只要自己长好 不要过分疲劳 徐克成说 患癌不是人生的终点 而恰恰是人生新的起点 手术后 徐克成为自己制定了四条健康计划 并且多年坚持不懈 第一条 心态要好 开开心心 这第一条 第二条呢 叫营养平衡 不至于某种手握 但是平衡引识很重要 第三条呢 第三条啊 正常工作 我开到以后 两个礼拜 我就 我就 我就下级 这个给别人看病了 就抢救别人了 第四个呢 就是 实战力治疗 活力治疗 很重要 你不要乱用悦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紧急是一个 匿条件治疗 难道癌症不是绝症吗 徐克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临床实践 正在改变 人们对癌症的一种错误认知 他说 人类能够与癌细胞和平共处的 他把这形容为 与癌共存 一般说来啊 每一百万个 这个 DNA的拷贝当中 就有一个 拷贝 是发生错误的 所以癌细胞是 基因突变 发生错误的一个场合 但是这个基因呢 这个 不自然 不突变啊 又是人类进化的一个 病原的一个步骤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 徐克成正在改变 人们对癌症的认知 他说 癌症其实是一种慢性病 带癌生存 是完全可行的 过去癌症 只要就是消灭 消灭 消灭 只要有癌细胞 我就给你消灭它 只要有癌细胞 就把它消灭它 实际上是 带不到这样一个目的 变成了 既消灭它 又后复它 又控制它 然后这个癌症啊 癌细胞啊 你不要乱说乱动 你能好好的规矩在那里 好在睡觉 好在休眠 不要太文费乍白 那这样子 就得到一个 与癌共存的这个目的了嘛 与癌共存 极致追求 又见巅峰 伊利王九 新疆荣耀 文学 艺术 科技 历史 一年百种最新最热图书 读书 电视上的读书会 这里是位于 富大肿瘤医院顶层的中心实验室 在徐克成的倡导下 医院临床治疗癌症的同时 投入巨资购买实验设备 聘用专门的研究人员 进行和癌症相关的基础科学实验 并在国际专业人为医学期刊 发表论文 这在民营医院中 是很少见到的 分组什么样生意是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水贝族在里面 这个呢是一个 是个标本库 这很重要的 全部是我们的病人 我们把所有的病人的 这个血清啊 还有组织血清 比如说今天开刀的 今天开刀的那些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今天是肝癌剂除 那个组织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要保存的 我真的 那么有的那时代 你看这些都是 都是说的这个 病理欺骗 我们这儿来的病人啊 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 各种各样的病毒 所以很多肿瘤啊 很少见的 都到这儿来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病理 这个资源很大 正式利用医院多年积累的病理资源 他们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癌症的研究与实验 并形成一套良性的临床与科研配合机制 是临床的医生 临床的专家 提出来 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提出来以后呢 我们要做 就记得一个扣题 这个扣题 扣题向政府申请基金 如果申请没有基金 后来一次申请不了 医院出出钱 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巴黎岛照开的世界冷冻学会 第17届年会上来自美国 中国 日本 奥地利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的140多位与会代表 投票选举产生 新一届冷冻学会主席 来自中国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徐克成教授当选 用冷冻技术治疗肿瘤 虽然发端于美国 但徐克成第一个把它引进到中国 并在多年的临床和科研中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7年他发表中文专注 肿瘤冷冻治疗学 2012年发表英文专注 现代肿瘤冷冻治疗学 逐渐奠定了中国冷冻治疗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 2008年3月 61岁的丹麦人郭林来到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他在丹麦被查出患有癌王之称的胰腺癌 并扮有肝转移 在丹麦和美国治疗无效后 从网上了解到复大肿瘤医院 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这里是他最后的希望 在丹麦 已经医生跟他讲 他说你在三个月之内 做完你该做完的事情吧 这医生就是说 你的生命可能只有三个月了 在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为郭林实施了冷冻微创手术 以及3C综合治疗 直到那以后呢 大概不到一个月就回去了 到了五月份啊 他就回来了 回来就非常开心 拿到丹麦检查的骗子 发现这个疑心癌 缩小到三分之一以上了 干脆转移到也看不见了 这点是一个刺激给他讲 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觉得是中国的医生 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重生的机会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与癌共存理念下的 3C治疗方法 挽救了许多人 富大肿瘤医院 良好的治疗效果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七十多个国家的患者 来到这里 这里的医护人员 从不拿红包 不接受痴情 也正是这种纯净光碍的氛围 吸引着各路经营人才 来到富大肿瘤医院工作 作为一个民营医院的创业者 可以体会到 他在这十四年里的艰辛 他现在用这个艾辛和智慧 尝到现在一切 李朝龙教授曾是南方医院肝胆外科主任 他曾主刀成功实施过 亚洲第一例腹部六器官和移植的大手术 他是徐克城院长 五顾毛五请来的 富大医院普外科首席专家 李教授最终来到富大 看重的正是这里 纯净的医疗风气 所以我们这样的 在大医院待惯了的 还是要找一个医的医工好 是吧 你的工作环境 你觉得能施展 你不是来做小手术 你是来做大手术的 外国人有多 2014年6月5日 富大肿瘤医院 又迎来了一位大肚子患者 然而这位大肚子却是位男性 他叫刘布恩 59岁 来自湖南郕州 这位患者 富物长留五年来 各处求医 都因为手术难度巨大 而被医院婉拒 最终 他来到了富大肿瘤医院 躺在了李朝龙教授主刀的 手术台上 有一定难度 一个体质很大 第二个在浮沫后 浮沫后呢 跟大血管的关系 比较密切 搞不好就打出血 再说 本身这个病人还有动脉瘤 又碰破了 在手术台上 也是身为危险 所以不做 他有他的道理 今天 爸爸终于进了手术室 患者刘布恩的女儿 刘凤娇 心情格外复杂 今天的手术 能否成功呢 他只能在门外 为父亲祈祷平安 这些年 带着父亲四处求医 他经历过太多的失望 我们去了很多医院了 我们家现在 然后我们服那时候 比较有名的医院都去过 他们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接受这个手术 数次的求医无门之后 他们一度想到过放弃治疗 但是父亲的肿瘤 却越长越大 已经无法正常生活 作为女儿 怎能做事不管 后来妈妈呢 走路走不行了 他走一走多米 他就走不了了 他喘气喘不过来 他那个脚走路也看不到 他那个肚子挺得好大了 我们那个孕妇的肚子都没那么大 刚开始我们放弃了治疗 然后呢 在那个叫点缓长 上面偶尔的看到 这个福大医院那个报道 后来刘凤娇与母亲一起陪着父亲来到广州 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福大肿瘤医院能否接受手术 他们母女心里同样没底 但是徐克成院长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没关系 他说我们一起面对 他就他就拍着我的肩膀 说小妹你别着急 手术方面我们会尽力 所有的医副人员都会尽力 尽力把你爸爸做好 所以这个命悬一线 我的体会那个命悬一线 是什么回事 在这个边缘上面 你在这儿 他正好又掉下来了 你在这儿可能推他一下子 他就散去了 稍微不注意他就可能掉下来 就是一条生命啊 刘不文一家碰到了徐克成 无疑是幸运的 当他们住进医院 签了首付协议后 首付费用 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还有很大的缺口 但幸运再一次降临到 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 湖南那个病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运气 有一个台湾人 台湾老板 要是管罪的 我不认识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学院长嘛 他说你啊 这个救援的刺激感 让我非常感动 我能不能学习你一下子 我也要伸出圆州自首 你有什么病人 能让我来救助吗 哎呀我很感动啊 他说行啊 你能不能当我救一个人吧 他多少钱 我说五万块钱 行 你赶快把账号打给我 我下午我明天就把你把钱回过来 就这样子之后拿到五万块钱 我就交出 就给他了 就这样 幸运的刘伯恩被推进了手术室 身经百战的李朝龙教授将为他主刀 面对这个难度巨大的手术 李教授将如何处置呢 我们不给他做 他没地方去了 他就等着慢慢的就不行了 我也不能让他 应该冒一点风险吧 应该在口控的范围内 2014年6月26日 刘伯恩的手术在李朝龙教授的统领下 有条不紊的进行 他只要你事先的去分离 最怕的是下面他跟祖国们留在那一块 黏着 那个就有点 更加要小心把它分裂出来 那个风波真的要通大脑子 真的要达出血 在这一块我们事先 我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 经过李教授手术团队四个小时的艰苦努力 刘伯恩十二斤重的肿瘤 被顺利去除 手术成功完成 非常好的 因为他是一个良性的 终于没有什么轻任 没有卧行种的迹象 没有远隔的轴的转移 啥都没有 做完了 他复发的机率 机率也不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这条命运就完全救下来了 所以我后来跟他很欣慰 哎呀 我说 说好我在这个关键的地方 做事让他一下做 所以一条命啊就来了 没事 今天这个事做没问题啊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你开一点 你开一点 你没我了 你没我了 这没你 你没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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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病的 也有两个大处 一个是大爱 一个要有大师 医生啊 悬浮技术 要实现大爱 医生啊 还要有工业的技术 他这个手楼拿下来 就叫大师 大爱加大师 就能成就一个生命 他遍寻世界 只为找到佛家圣典 备业真经 他整栋收集 徽派建筑 精心整理 传承文化 收藏家白石园 做客大家 敬请关注 五粮是品质的保证 淡雅是品格的生化 轻松是美好的享受 五粮纯畅想美好生活 徐克诚多年来 身体力行地推动着 肿瘤治疗 理论和临床的发展 2013年 他获得全国卫生系统 最高荣誉 白球恩奖章 2010年 副大肿瘤医院 用冷冻技术 治愈了印尼卫生部长的 晚期肺癌 同样为中国赢得了声誉 那后来活下来了 活下来 后来在 在瑞丽瓦 开WHO会议的时候 见到了我们国家的 当时的卫生部长 非常激动的 向我们部长表示感谢 我们部长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 后来我们中央部长 在北京 接见过的时候 一接过的面具 讲了 说学院长 你知道 我怎么了解 你们医院的话 我是从 某某国家的 那个卫生部长 那儿了解 你们国家的 你们为我们国家 做了贡献 你们是民族的骄傲 创作了品牌 2015年1月以后 在富大肿瘤医院的资助下 莫小凤又回到了广州 定期接受进一步的免疫治疗 目前她的身体状况良好 大家都希望 这个花季少语 能够继续绽放笑容 拥有美好的名片 自己是知道了 这个病情有多严重了 自己还是不能放弃嘛 还要掀起下去 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病 最重要的还是 每天 每天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情 就是 就是每天要盼笑 就这样做 才可以 她癌症现在还存在 但是呢 她病人活下来了 现在活得很好 实行与癌共存这样一个理念 让人与癌共存 长期生存下来 2014年12月6日 由徐柯成担任会长们 广东省生命之光 癌症康复协会成立 他们有患癌会员4000余人 癌龄最长的超过30年 与癌共存 快乐阳光 将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代名将结局却令人唏嘘 张飞之死可以说是让人感到遗憾的 那么张飞究竟是怎么死的 敬请关注三国名将张飞之 唯一震荡主 乱世出英雄 三国时期社会的动荡 成就了大批的英雄 尤其是蜀国的这些名将们 更是被后世津津津乐道 刘备、关羽、张飞、赵云 可以说各个都是一顶一的大英雄 张飞荣马一生 在他的一生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 恐怕要出荡取之战 张飞深知夺势 面对强敌沉着用罪 可以说张飞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那么荡取之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张飞又是如何取得这场决战的胜利的 四川大学方北陈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三国名将张飞国 威震荡取 东汉建安19年 公元214年 下丘之计 刘备取得了益州的大部分 派张飞到东北面的巴西郡去当太守 张飞到了以后 就开始要温养以偿 著名的战役 这场战役叫做荡取之战 这场战争是张飞用兵 三十多年 最为辉煌的一层胜利 那么刘备为什么要派张飞到巴西郡去当太守 这个任命 实际上是刘备 从全局的战略背景下 考虑